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 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 六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间 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 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 不超过15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巩固中欧传统友好 丁薛祥副总理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峰会 中方将推动各方恪守气候变化公约体系的制度、原则和目标 尤其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坚持大会、团结、行动、落实的主题 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落实 就南海、东海问题而言 无论韩国还是英国都不是当时方 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 本就不存在问题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 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 谨言慎行好自为之 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贯而明确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不要采取挑衅行动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 为什么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民党 现在是更多人的责任 是在香港的责任